我們的雞喝的水裡頭會加一些這個東西進去 所以你就知道了 這個多種菌非常重要 反正多種菌 然後加這個東西以後 泡過以後讓它 所以這樣就都不會 它不會變壞 知道就是它不會變壞 像那個廚藝桶那個泡在水裡頭 它這樣就長不好 所以我們就 讓它水分差不多降到 百分之六十左右 六七十沒有關係 然後就再拿來餵蟲 所以米糠也可以加進去 任何東西都可以加進去 像我們表現到那個蛋 雞 我們的雞 等一下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雞經常都有母雞 自己躲在那個角落孵出來的 一窩一窩的小雞 那裡有一窩 我們那裡頭還有兩窩 在那個雞舍裡頭 那這個雞有些時候蛋是壞掉的 我們就把它丟進去 它也全部吃光 剩下蛋殼 你把鳳梨皮 等一下我們到裡頭去 基本上 蒼蠅就是很討厭 就是因為蒼蠅它是 成寵以後 它每天要吃東西 所以會騷擾人類 會跑到人家裡去 然後整天在跟你騷擾 這時候很大的困擾 黑水蒙 黑水蒙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黑水蒙 它的成寵 完全不是東西 它的口氣已經退化 所以它 躲人 躲得遠遠的 它都米 米中紅的地方 然後它只要在 那個植物的葉片上面 只要吸一點點的水分就夠了 它就 它就在陽光底下就可以 就可以交配環植 今天天氣不好 我們也許沒有 沒有太多的機會看到 這個成寵在交配 但是我們等一下可以到網室去看